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睇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夹晚收市情况 美股全面上升 主要是受到企业拼救的带动 投资者也关注美国国会就新一轮的刺激方案初伤 加上欧美制造业的数据较预期好 离好了大市气氛 纳斯特克指数更创新高 微软计划收购抖音在美国的业务 并且期待在9月中旬前会完成交易 微软股价急升超过半成 另外苹果延续了业绩公布后的升势 股价再升2.5% 有消息指出Google将会以4.5亿美元 收购家居保安服务商ADT近7%股权 刺激了ADT股价大升超过5.6%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市部26,664点升236点 升幅近0.9% 表迫500指数 收市部32,294点升23点 升幅0.7% 纳指曾升超过1.7% 触及10,927点即市新高 收市部10,902点升157点 升幅1.5% 创了收市新高 再看港股美国预托政院的表现 ADL普遍靠稳 腾讯折合给本港收市升0.15% 中移动无升跌 中联通升0.94% 中人寿升0.45% 中海油升1.38% 中石化升0.69% 中石油升1.14% 再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做好 德国7月的制造业採购经理指数PMI 自2018年以来首次重上抗张水平 欧元区制造业PMI也升至抗张区间 增强市场对全球经济改善预期 加上投资者对美国推出新一轮刺激计划的憧憬 支持大市向上 汽车、抗业和建筑材料股都升幅较大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6032点升135点 法兰克福特指数 收市部12646点升333点 巴黎特指数 收市部4875点升92点 再看油价 油价上升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7月制造业指数 升至近一年半高位 欧元区制造业活动也在抗张水平 数据增强了经济复苏的预期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放宽了产量限制 和多国疫情的持续 就限制了油价升幅 纽约旗油每桶报41.01美元 升0.74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44.15美元 升0.85美元 看看金价的表现 金价变动不大 美元责幅上升 限制了金价表现 纽约期间 每桶事报1986.3美元 升0.4美元 看看美元匯加 美元指数在7月6日 10年来最差的单月表现后 责幅回稳 早段曾升至93.991 其后收窄升幅 暴93.519 上升了约0.2% 美元对日元在106水平徘徊 看最新美元匯加 港元7.7503 日元106.12 欧元1.1755 英镑1.307 瑞士法郎0.9181 家元1.3388 澳元0.7117 樓元0.6611 看美国各副债券 10年期债券报0.56 30年期债券报1.24 这段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4658点升200点 各企指数最新报10112点升79点 大肆成交暂售78亿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